缅甸洗营全球最大鸦片产地 闽王来军政府获毒品大王称号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英国广播公司12月12日的一条新闻 缅甸超越了阿富汗 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地 这条消息呢 我早就看到了 一直不想说 但是呢 有观众呢 提醒我还是说一说 所以呢 我就有必要呢 把这个故事呢 给大家讲一讲 让大家看一看 缅甸的现在这个军政府 有多么的不堪 缅甸这个地方啊 咱这么说 尤其是军政府统治的这些年 除了普通人越来越活的 像个原始人以外 还是有几项东西 在全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那有人问我 你缅甸在全球有什么领先地位呢 首先一条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的缅甸不是领先 但是缅甸电信诈骗的对象 那绝对是杠杠的 为什么呢 他超级大国 他都敢惹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呢 当成一种创收的方法 这点上啊 其他的国家呢 是不敢干的 所以呢缅甸在这方面呢 还是在地球上走上了领先地位 第二个呢 就是嘎腰子 嘎腰子器官移植 举世闻名啊 全世界啊 你想换一个肾也好啊 比如大野猫 现在就是肾炎啊 你想换一个肾啊 换一个肝啊 甚至换一个大脑啊 怎么着呢 哎到缅甸去啊 到缅甸去呢 人家给你嘎了 然后顺便给你移植一下 哎他这块呢 搞这个搞的不错 医学创新这叫 据说最近呢 阿根廷的这个米莱呢 想用这个方法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啊 像那谁 像什么白索成啊 像魏荣这些人呢 赶紧呢 把这个产业呢 转移到布伊诺塞利斯 然后呢 在阿根廷呢 推广缅北的经验 这个呢 是嘎腰子 第三个事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鸦片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报告显示 缅甸今年的鸦片产值 同比增长了36% 达到了1080吨 阿富汗在鸦片禁令之后 今年只收了330吨 什么意思啊 缅甸在鸦片种植方面 那个真可是遥遥领先呢 这个遥遥领先是BBC帮着说的 联合国的报告称 缅甸鸦片种植 在2021年军政府政变上台之后呢 迅速的扩大 已经成为星火燎原之势 无法进行有效的管控了 之前呢 这个鸦片产地呢 主要是在金三角地区 或者善邦 现在呢 善邦依旧是最大产地 但是呢 有这种迹象呢 向缅甸全国各地广泛的进行推广 关键点是什么呢 反政府军 就是反对军政府的民族地方武装呢 他们是通过种植鸦片来创收的 否则呢 也没有钱 没有钱怎么办 那就种鸦片嘛 对不对 快速的提供资金 这个很正常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瓦邦联合军 在这方面呢 做的呢 就比较前沿 其实瓦邦联合军之前 反电诈 反电诈之前呢 他也是一个电诈大户 只不过呢 他比果敢呢 稍微配合一下 他知道东大惹不起 你惹了 要惹上麻烦 还不好办 果敢是什么呢 仗着自己 后边有人 结果发生什么事了 明学昌 人主动的 怎么着了 人家敏昂来主动的 把明学昌给灭口了 然后呢 把它做成标本 那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什么呢 别看呢 你现在 你觉得你那个什么 你背后这个腰杆都挺硬 但是东大呢 你还是惹不起的 东大一纸通缉令 白锁成老小子 你看看现在的什么样 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是不是 关键点是什么呢 军的这个 现在的问题 不光是反政府军这边呢 搞什么鸦片种植 然后呢 军政府在各地的合作伙伴 民地无伪军 也开始种植鸦片 而且呢 跟电炸一样 跟电信鸦片一样 这些合作伙伴呢 他们种植鸦片 然后创收 然后呢 分红的方面呢 军政府呢 得分到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缅甸这个军政府 现在不仅是电炸的保护伞 还是鸦片的保护伞 所以呢 在这点呢 我们就看到米昂来这个人呢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一方面呢 电炸分红 大概要分30%到40% 鸦片这方面呢 我个人猜 大概也得是30%到4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 很严重 米昂来这小子 现在是电炸的保护伞 嘎腰子的保护伞 非法走私稀土的保护伞 和鸦片的保护伞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什么客亲帮新民主军 管控这个班瓦尔地区 班瓦尔地区 他成了边防军了 边防军的脚下这个土地 就不是缅甸的了 然后修的路全通往一个地方 然后不通往缅甸 最后这个稀土就被走私出去了 走私出去了 自己呢 哎 马上就肥了嘛 那就可以养自己的军队 其实缅甸这样的情况呢 到处都是 缅甸的各个山头里边 都有自己的民族地方武装 这些民族地方武装 无论是跟军方合作的 还是跟军方暗通团取的 还是跟军方对抗的 都有形形色色的黑产 都有形形色色的产业 而这些产业 才是圈养着 这些武装 长期化的一种趋势 鸦片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知道 是一个硬性毒品 海洛因的关键成分 而缅甸与印度东北部 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呢 就是重要的鸦片种植基地 1839年 林泽渠虎门硝烟 那个鸦片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阿萨姆和曼尼普尔地区的 种植园 从这块来的 后来呢 又加上了缅甸省和上缅甸 进行广泛的推广种植 英国殖民缅甸的时期呢 两大经济作物 一个呢是水稻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鸦片毒品 这个水稻呢 我们知道运往英国呢 可以当饭吃 鸦片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做药材 当然呢 也可以当饭吃 你要把它当饭吃的话呢 那就没有什么然后了 就这么回事 昨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 加拿大的那篇文章 说呢 克沁帮的稀土开采 公路呢 只通中国 不通缅甸 现在今天呢 这个故事呢 讲的就是鸦片种植 其实缅甸这个国家呢 我这边一看 这都些什么玩意儿 怎么一个黑产 都落不下他呀 所有的黑产 他都包园了 其实缅甸这个国家呢 我们也知道 风水宝地啊 但是军政府执政这些年 这个一手好牌 打了个稀烂 我说的从乃温开始呢 就基本上形成这个态势了 乃温执政了几十年 然后缅甸发展也不见起色 然后呢 是那个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跟中国关系呢 搞得不错 还有一定的发展 然后呢 是民选政府时期十年 这十年呢 发展的还算可以吧 然后就是这个敏昂来 敏昂来根本不懂得发展 而且呢 他也不懂得外交 他觉得自己呢 左右逢源 到时候他成了孤家寡人 但是呢 他这种穿梭外交呢 一个朋友也没交下来 然后对缅甸来说呢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你说你跟中国绑在一起 搞一带一路 中国大量的资产 中国大量的这个工厂 转移到缅甸 缅甸从劳动密集型开始做起 然后通过发展来改变各地的态势 来改变各地的这种风土人情 改变各地的这种文化素养 包括改变各地的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 这本来就是件好事 但是敏昂来你不这么做呀 敏昂来你怎么做 你一边去跟印度搞到一起 交漂港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建成 你这个石队港跟印度就马上开始通行了 然后呢 你一边说我不做中国的傀儡 然后又跟俄罗斯跟美国又搞到一起 美国一边制裁你 然后表面上制裁美国真正的根本就没有制裁他的油气田 然后呢他继续呢把这个油气田这个油气啊出口出去 他所谓的多元外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什么都没有得到 这就是缅甸的军政府就这么简单 这个文章呢谈到了阿富汗 谈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去年的鸦片禁令 这个鸦片禁令咱这么说 让鸦片产量下降了95% 那可以说呢塔利班呢是干了件好事 咱们现在就对比一下啊缅甸军政府的处境跟塔利班的处境 咱这么说缅甸军政府的处境比塔利班可是好多了 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那叫个什么玩意儿 那叫个什么地方 阿富汗这个地方内陆山地 这个地方根本就是怎么咱这么说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了阿富汗有谁 有塔利班塔利班是个什么我个人认为塔利班是非常非常励志的这么一个政治组织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塔利班的开局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2021年塔利班的开局非常的不好 咱这么说2021年美军撤走之后塔利班的开局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对比2001年你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2001年阿富汗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 塔利班是什么处境 一吨国土都没有全备战了 国土全都备战了还坚持着抵抗 当时塔利班的处境是什么 被全球唾弃 然后美国通过联合国授权给塔利班加了一个东西 叫恐怖主义支持者和恐怖分子 然后塔利班面临这个对手 面对这个对手是鼎盛时期的美国 加上鼎盛时期的北约 加上俄罗斯的合作 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对手 然后自己的装备是什么样 自己的装备我可以告诉你 他悬殊到什么程度 悬殊到外星人打原始人 你懂不懂 就是这么一个差距 塔利班2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最后怎么着了 阿富汗战争竟然打赢了 你想过没有 然后你看看 人家治理人家治理不到两年把鸦片给干掉 然后现在人在干嘛呢 在阿富汗开矿 在阿富汗开这个油气田 让中资机构去投资 前两天阿富汗一个矿石 一个一个矿石生产基地 然后人家开张了 开张了一大堆啊 穿着这个大头巾啊 大胡子的 边上站站着一个穿着西装的 哎黄皮肤的 一看就是中国的投资商嘛 所以你看看人家 再看看缅甸 再看看缅甸这个地方 缅甸这个地方 真是左右逢源 尤其是这个地缘 在印度 在中国 在东盟中间 这么一个好地方 他左右逢源 他都不会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他搞什么大缅族主义 大缅族主义 咱这么说啊 从一个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 反殖民主义时期呢 大缅族主义呢 是有用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大缅族主义 在缅甸独立之后 基本上就玩坏了 玩坏了怎么着 把这个国家 彻底的玩到毛坑里去 而且这个大缅族主义 套上了印度 那个种姓制度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 在缅甸 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而且是顶着 现代民族意识 不断增强的 这么一个时候 在干什么 在缅甸搞等级制度 你在搞等级制度 然后你还不能给周边的地方 带来发展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 不就是星火燎烟之势吗 然后你缅甸得到发展了吗 你成天军政府 你得到发展了吗 你军政府没有得到发展 大缅族主义 彻底把这个国家 带到毛坑里去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就瞅你现在这个骚样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啊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非常非常的直接 就是通过发展 来改变社会与经济结构 包括这个文化 这个社会形态的一种表述吗 有人说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 咱这么说 只是一个程序正义 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东西 我之前也一直聊这个东西 程序正义 它不解决问题 这玩意儿如果没有发展 做依托 是没有办法推行的 我们知道西方有这个民主议会 代议制票决制度 这个制度曾经很优秀 这个制度曾经很优越 为什么很优越 它是在国民主义兴起的时候 国家主义兴起的 这么一个一段时间 公民意识兴起的时候 它让公民有这种参政的意识 参政这一种使得什么 自己有一个民族自豪感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个民族自豪感 这个票决是跟什么绑在一起的 跟个人参政 跟公会保证他们的权益 跟发展 跟福利分配 搞到一起的 没有这些东西 你觉得行吗 根本就不行 这个东西我们后来看到了 他玩不下去了 玩不下去了怎么着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是什么 在上层搞社会主义 在底层搞资本主义 然后用底层的代价来反补上层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 而且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就证明了票决制度的破产与失败 就是这么直接 那缅甸有谁可以参考 你要想找理论 北边这个就可以 就是东纳就可以了 找理论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非常贴切 你现在缅甸不也想搞这种民族融合吗 一百多年中华民族 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缅甸现在才把它玩明白 晚了一百多年 然后呢 还有谁可以学啊 伊朗 你看看伊朗 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有人说是腐败 有人说是那什么 有人说他自己呢 没有得到发展 然后呢 伊朗的普通人很穷 巴列维王朝 其实在巴列维王朝的末期 搞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得体的东西 就是波斯文化 在伊朗这个国家 波斯人紧占人口的64% 在这种情况下 你搞波斯文化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霍梅尼也好 哈梅内伊也好 搞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有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宗教的复辟 不是宗教的复辟 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是什么 他是一个列宁市政党领导 真正的目的是社会改革与工业化 中东地区最近30年最伟大的人物是谁呀 伊朗的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先生啊 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不是波斯人 他是阿塞拜疆人 明白吗 伊朗你看看他搞的 他这个模式缅甸完完全全可以学呀 但是缅甸现在是什么 缅甸现在是哎 他一意孤行呢 还不想改呢 这个军政府还想继续做呢 他想继续作词呢 最近说据说还要想把囚犯派到战场上去 我说行了 对不起你不是瓦格纳 现在的名上来 咱这么说 已经基本上呢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自从被俄罗斯被印度等大国抛弃了之后 他现在怎么着 生活的梦幻当中 成为一个彻底的孤家寡人 所以现在呢 又起货毒品大王的称号 那对他来说呢 也是一种奖赏罢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点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